先來來到台中 我們來看看台中 天罵無頂因為僵有 這個國有第一批車幾次 傳出這個環境不好 還是孤獨這個動物的經驗 台中市政府 暗記在1月23號進行 要來叫他拚圖 不然要來共濟地圈 只要是希望能夠寬寒這個時間 不過起乎是幾個 今天是咖哩最好一次的影響力 這個未祝UK 也在北北 正說今天落後 也是要來這裡看看 剛才都是六個晚上的 又大忙 加上有時候會落後 拜日台中40點 牧場裡面已經有賣酒的遊客 有人是專家委員會來 就是要看草莉嘛 來到這裡才知道 已經差不多要聽了 他這裡不合格 所以說可能要關掉 沒有啦 他說他想要來看這 這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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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煮場 小朋友跟小白兔玩得很開心 對家長來說 這屬營營營的天馬牧場環境 並沒有理想 但是中國大中沒有地區 根本沒有合法來大行動物行 台中都沒有可以去 中部都沒有 小朋友如果喜歡動物的話 你大概都會怎麼 帶去北部啊南部啊 對啊 就是中部沒有 台中天馬牧場 正用到高雄地 這次也因為領域跟貸宿營營 因為他連他動物來正義 台中市政府要求 這個月23日進營 嚴重要自己聽 如果沒有帶來共濟來聽 23日就是現期聽到進營 最後一個價值營業 航空裡面卻沒有人 要搬家裡的跡象 原來是人心紅黃 最擔心就是面臨事業 過年應該讓我們有工作 不然怎麼辦 沒有工作我們兩個孩子 誰會就慘了 天馬牧場 原來很多都是飲食營營 原本在中華白打 賣火的張小姐 每天都會原來 坐火車來這裡上班 他說這收拾比較穩定 不過木頭會發育疏 原來很多都是忠告人 又沒有訓練 而且又沒有常駐的受醫師 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天馬牧場 無論是胖或哪裡 都是公共的頭疾問題 記者 中華報道